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相较于风神的浪姐第一季 今年的浪姐3虽然也是一片和谐 但节目组依然会时不时来一次神剪辑 其中,浪姐3中的三位姐姐就因为剪辑而败好感 其中一人基本锁定了出道位 而另外两人已经淘汰 首先,基本锁定出道位 但还是逃不过剪辑之苦的是于文文 于文文的浪姐3之旅收获颇丰 但过程堪称一波三折 在首期节目中,除了宁静和纳音外 于文文绝对是剪辑组的重点照顾对象 最终因为一些不恰当的言行 被一个拽子送上了热搜第一 于文文在浪姐328位新姐姐当中 国民度其实不算名列前茅 远不如王心灵、蔡卓妍、钟心童、谭维维等人 但至于节目组为什么把她拎出来 去承担首期节目的话题KPI 相信少不了剪辑的功劳 至于是节目组单方面操作 还是和于文文达成的共识 见仁见智 尽管首期节目后 于文文被吐槽情商低没礼貌 但随着公演的进行 于文文迅速凭借超强的业务能力 以及有责任的队长身份 实现了口碑反转 但可惜的是 在四公前选择挑战宁静团 还是那英团的那个环节中 于文文再度遭受了争议 在即将开播的四公比赛中 于文文组再度失利 即三公送走留恋后 四公又要送走胡信儿和许如云 不知道当时的于文文 有没有后悔当初的决定 其次 因剪辑而被好感 但是已经淘汰的两位姐姐 是胡信儿和赵英子 身为前提未必一解 胡信儿在浪解三中的 国民度算是高的 在节目中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但临近淘汰 依然没逃过芒果的剪辑 但在这件事中 更糊涂的人是胡信儿 首先 胡信儿增希望音乐总监 黄景时宜帮她设计一些出彩的部分 这说明她知道自己有可能四公后淘汰 但可惜在选对手环节 却犯糊涂 其次 胡信儿是于文文组的新成员 初来乍到的情况下 她可以给于文文提建议 但不应该两次直接劝输于文文 别挑战那英团 再者 四公是浪解三的倒数第二次公演 重要性不言而喻 队内专业的音乐人张强 赵旺和许如云都没发话 身为演员的胡信儿 更应该尊重队长于文文的选择 由于浪解三依然是直播分离的模式 所以剪辑团队剪辑正片时 四公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节目组大可不必给胡信儿的糊涂行为以特写 但节目组还是这么做了 至于原因 胡信儿的粉丝认为偶像遭遇了恶解 但其实如果剪辑团队不剪辑这么细的话 那么承担骂名的只有于文文 只能说 在挑选对手那个环节 胡信儿和于文文都有错 最终因剪辑而半好感 一点也不亏 胡信儿淘汰 于文文看住队友淘汰 最终武功被拆阻 算是二人犯错的代价 除了胡信儿外 赵英子也是吃过剪辑的苦 但是已经淘汰的姐姐 在本季浪解三的28位新姐姐中 赵英子的知名度算是倒数前几 她能走到二宫 已经是沾了阵营对抗赛制的光 由于知名度不高 赵英子明显不是节目组的剪辑重点 但是赵英子却凭借自己的努力 给节目组贡献了一些零碎的剪辑素材 而且看点十足 比如赵英子说自己的高音堪比叮当 比如出舞台留下了一滴分外清楚的泪珠 比如她认错了蔡卓妍和钟心童 比如开会迟到却换了服装和造型 比如回对了钟心童给她的表情管理建议 比如疯狂向宁静自剑进唱跳足等 因为以上种种言行 赵英子成为了浪解三至今为止口碑最差的姐姐 尽管这个结果在大多数观众看来得不偿失 因为赢了热度却输了口碑 所以准确来说 赵英子虽然确实因为剪辑丢了口碑 但可能在她看来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毕竟她在节目中的那些言行 很零碎 无事无忠 更像是自己家戏 总体来说 或许是因为政策的原因 也或许是因为本季姐姐们都更peace 所以浪解三中的剪辑争议少了很多 但凡有一次绝对上热搜 本季浪解三的热度尽管依然领跑同期综艺 但其实也面临着不少争议 比如选曲 改编 服装 赛制等 而剪辑带去的争议似乎热度最小 尤其的当初浪解第一季时 大多数剪辑争议的源头都是姐姐们为了赢得比赛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 浪解第一季真的是YYDS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